12月18日,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举行成立20周年继广西壮族自治区建区60周年庆典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乔务领事陈小毅 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会长杨辉 超会会长廖中强 美国华人联合总会会长李社朝等出席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乔务领事陈小毅在致辞中 首先代表总领事馆对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成立20周年表示祝贺 他说,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在创会会长廖中强 现任会长杨辉及全体理事成员的带领下 多年来广泛联系旅美贵籍相亲 促进相亲间的联谊、交流及合作 紧密联系兄弟社团 关心参与祖籍国的建设和发展 在美传播弘扬中华文化 促进了中美间文化经贸合作 对此表示敬意 希望广西同乡们利用学贯中西 融通中外的优势 为促进中美文化经贸交流合作 做出更多贡献 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长杨辉表示 20年前我们成立了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团体 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 成立同乡联谊会 就是要让在一厢打拼的乡亲们 有个情感上的归宿 加深老乡之间的认识、了解、建立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的交流平台 另一方面 借助联谊会这个平台 对内增进乡亲们之间的联络 对外提升广西人的形象 凝聚更多老乡的力量 其次 也增强对热爱家乡 以及对家乡的贡献 南帕萨丁纳市市议员迈克 为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会长杨辉颁发贺壮 美国华人联合总和会长李舍潮 感谢杨辉会长多年来对服务同乡 团结乔社所做的贡献 并为他颁奖 仪式过后 来自广西的同乡 还为在场嘉宾献上精彩的歌舞表演 我们通过相情相应 就让我们这里相聚相识相知 那么我们学农衣所 不忘我们的根 那么经过二十年的努力 美国广西同乡联谊会 已经成为洛杉矶 南加州我们的资深的侨杂 那么正是由于乡亲们的努力 那么能够做到今天 所以我们在今天 在这个大喜的日子 庆祝我们广西人 在美国的自己的街 城市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采访报道